观众瞩目的奇异博士2震撼来袭 从第一支预告片放出来的时候就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不少人都在猜测旺达会黑化成反派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影片开始便是一段精彩的逃跑戏码 捍卫者奇异博士带着美国小姐在一片混乱中穿梭 他们的目的是拿到为山地之书 而身后追上来的恶魔则打算吸收美国小姐的力量 过程中捍卫者奇异博士的腿不幸受伤 他明白单靠自己根本无法保护美国小姐 走投无路之下便打算吸收掉对方的能量 这样不仅能击败恶魔 还能保住这股至关重要的能量 结果还没等动手 就被身后的怪物当场刺穿 美国小姐想趁机去拿为山地之书 却被怪物抓了个正着 危机关头 他能量爆发 打开了多元宇宙的传送门 捍卫者奇异博士使用魔法将其推入 自己也被传送门吸了进去 为什么强调他是捍卫者奇异博士呢 因为他并不是主宇宙中的史迪芬 主宇宙中的他今天要参加老想好克里斯汀的婚礼 不过史迪芬做梦梦到了开头的场景 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骚乱声 史迪芬出去一瞧 大街上的车辆像是被操控了一般 到处横冲直撞 他迅速换上自己的斗篷前去控制场面 就在这时 美国小姐神色慌张的跑进了一辆巴士内 史迪芬愣住了 不明白自己梦中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应该保护好这个女孩 突然巴士飞了起来 史迪芬打开阿哥摩托之眼 看到了制造这场骚乱的幕后黑手 眼魔 他将巴士分解开 并让悬浮斗篷救出了美国小姐 史迪芬刚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却遭到眼魔的偷袭 被当场打晕过去 关键时刻 他的搭档老王赶到了现场 老王现在是至尊法师 但是至尊法师也撑不了多久 很快就被眼魔抓住 悬浮斗篷小红扇了史迪芬两巴掌 想把他拍醒 小红只能先冲出去救人 他把美国小姐带到了一处高台 眼魔见状 反手扔出一辆摩托车 小红瞬间被压在了阳台上 动弹不得 好在关键时刻 史迪芬总算醒了过来 他出手救下了老王 随后两人准备一起对付眼魔 史迪芬抡起路边的灯 插进他的眼球里 直接将整个眼球拽了出来 眼魔当场暴毙街头 事后史迪芬和老王找到美国小姐了解情况 他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梦中的人物会跑到现实中来 美国小姐一本正经的说 那不是梦 而是另一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 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可史迪芬和老王并不相信 没办法 美国小姐只能带着他们俩来到一处天台 那里存放着捍卫着奇异博士的尸体 他在穿越过程中不幸去世了 看着面前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尸体 史迪芬这才意识到 美国小姐没有在撒谎 也就是说 梦境反映的其实就是多元宇宙中 他所经历的事情 现在已知的情况是 美国小姐所拥有的力量 是无数怪物所渴求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只会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释放出来 为了不让美国小姐落入那些怪物手中 老王和史迪芬决定先带他回卡马太基 临走之前 史迪芬埋葬了捍卫者奇异博士 同时他也想到了能帮助自己的人 旺达 自从西景镇的事情过后 他每天都活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旺达太思念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每天都会梦到他们 只有在梦中 他残缺的心才能被填补 而每每醒来的时候 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悲痛 史迪芬很快就找到了旺达 向他讲述 有一个来自多元宇宙的孩子 遭受了怪物的袭击 这个孩子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绝不能让他落入怪物的手中 史迪芬邀请旺达一起去卡马太基 他却反过来说 你为什么不让美国小姐到我这来呢 我可以保护好他 史迪芬文言偏过了头 他没有说那个孩子是谁 旺达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很显然他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所幸不再隐瞒 原来他找到了黑暗神书 并且修炼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一本被诅咒的书 他会腐蚀一切 但里面所蕴藏的咒语 却是一般魔法书中所没有的 旺达透过黑暗神书 发现在众多多元宇宙当中 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还好好地活着 只有616宇宙中他失去了一切 所以他要吸收美国小姐的力量 这样就能随意地穿越时空了 之前追杀美国小姐的那些怪物 其实都是旺达放出去的 他警告史迪芬把美国小姐交出来 否则自己会亲自到卡马太基去抓人 史迪芬知道 旺达已经被黑暗神书所侵蚀了 他没有再多说 而是回到了卡马太基 将事情告知了老王与美国小姐 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给卡马太基设访了 所有学生全部到场 每个人驻守在不同的地方 等待着危机的到来 很快天边出现一团乌黑的迷雾 他叫嚣着席剧而来 然后由黑变红 旺达从其中缓缓现身 史迪芬再次上前做最后的劝说 有些时候我们总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 旺达只是不屑一笑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跟他说牺牲 终局之战的时候 旺达为了最终的胜利 亲手了结了爱人的性命 他失去了快银 失去了幻视 现在旺达只想跟两个孩子团聚 他给史迪芬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只要你不捣乱 我可以把你送到一个 能跟克里斯汀在一起的世界 但史迪芬拒绝了 他不需要打破秩序后来的幸福 眼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人彻底放弃沟通 旺达发起了袭击 但学生们的保护罩肩不可摧 于是他改变战术 选择控制其中一个学生的心智 让他心生恐惧四下逃窜 很快就打断了周围学生的施法 就这样旺达抓住漏洞闯了进来 此刻的他是势不可挡的 这座承载着希望与励志的古老建筑 在旺达的一次次攻击中逐渐土崩瓦解 史迪芬和老王剑情况不妙 连忙组织学生们逃跑 他把旺达困在一个幻境中 这样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但对方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 旺达可以利用镜面反射逃出来 史迪芬见状 连忙带着大家把周围一切反光的东西都给盖上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一只扭曲发黑的手 突然从旁边的金属物中伸了出来 紧跟着旺达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开始向外爬 他用黑暗神书向众人展示了多元宇宙中 自己合家欢乐的样子 这就是旺达所渴望的生活 就在这时 史迪芬向他发出了灵魂拷问 就算真的能找到那两个孩子又怎样 如果你强行闯入进去 那原本的你该怎么办 可是现在旺达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先翻史迪芬又打晕了老王 随即打算吸收美国小姐的力量 好在他及时打开了多元宇宙的传送门 史迪芬看准机会 带着美国小姐跳了进去 哇 这个情节真的是 看的人散直狂掉 一番头晕目眩过后 他们最终落在了另一个宇宙中的纽约 美国小姐说自己从来不做梦 所以再多的元宇宙中 都不会出现第二个他 现在要想回去 就只能寻找这个宇宙中的史迪芬 过程中 他们聊起了美国小姐 为什么不能自己控制能力 其实这跟她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在美国小姐尚且年幼的时候 她曾经在无意之间 释放了自己的超能力 结果害得母亲被吸进了传送门里 从此杳无音讯 美国小姐已因此变得自卑又自责 觉得自己害死了母亲 这件事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噩梦 所以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能力 正说着话 两人看到路边有一座极其宏伟的雕塑 而被雕刻的人正是史迪芬 从一旁的注视中 他们了解到 这个宇宙中的奇异博士 在终局之战中做出了自我牺牲 人们为了纪念她 所以制作了这座雕塑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宇宙中没有奇异博士了 那么谁才是至尊法师呢 来到圣索一桥 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眼前 是莫杜 当年史迪芬被她带进卡玛太基 谁曾想 后来两人竟然会反目成仇 她下意识地警惕起来 没想到这个莫杜 居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看来宇宙不同 人物关系也不同呀 史迪芬向莫杜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对方显然也对黑暗神书有所了解 莫杜说 黑暗神书中可不只有召唤怪物的方法 有一种邪恶的咒语 可以让一个人修炼成梦游巫师 方法就是把自己的灵魂 映射进另一个宇宙 然后附身在这个宇宙中的自己身上 事实证明 莫杜的猜测没错 旺达的确在修炼这种技术 她已经完全不管不顾了 只要能跟孩子们团聚 旺达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她随机挑选了一个宇宙 此时这个宇宙中的旺达 刚跟孩子们吃完晚饭 她敏锐地察觉到了 房间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由于能力尚未完全觉醒 所以她看不到入侵的旺达 很快旺达便强行附身在她身上 两个孩子兴奋地唱着歌 旺达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 与此同时 616宇宙中 旺达的肉身正处于休眠状态中 她把老王绑在自己旁边 好用来威胁起一步视 没想到 卡玛泰基的一个女学员 偷偷溜了进来 她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 毁掉了黑暗神书 这一举动也直接将旺达的灵魂 强行拉了回来 而摧毁黑暗神书的女学员 则遭到了诅咒 瞬间化为一座石雕 旺达的希望在这一刻彻底破灭 她期待已久的生活复制一具 旺达做了这么久的努力 她不想就这样放弃 于是便以卡玛泰基 所有学生的性命作为把柄 威胁老王说出 关于黑暗神书的所有事情 被逼无奈之下 她也只能老实交代 其实黑暗神书只是一个复印件 里面所有的咒语 都来自一个叫瓦达哥的地方 旺达所修炼的那种附身方式 不是永久性的 而且会对入侵的宇宙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唯一能够与黑暗神书所抗衡的 就只有维山地之书 史蒂芬本来想跟末渡 打听一下这本书的消息 谁知下一秒 她就发现自己的意识 正在渐渐瓦解 看来不管在哪个宇宙 她总会被末渡算计 等史蒂芬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美国小姐 被分别关在了布里箱子里 小红也不见了 她的双手还被特定的手铐给铐住了 现在没有办法使用任何魔法 史蒂芬很无语 她看向一旁的工作人员 试图说服对方放自己离开 没想到这个工作人员 居然是克里斯汀 从她的话中可以得知 当前他们身处838宇宙 克里斯汀在这里 是一名轮换的高级研究员 专门研究多元宇宙 他跟这个宇宙当中的史蒂芬 也有过一顿约约 但两人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史蒂芬知道 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他只想赶快回到616宇宙 去阻止旺达 就在这时 莫多带着一群机械士兵来到这里 说光照会要史蒂芬过去一趟 镜头转的旺达这边 他带着老王来到了瓦达哥 这是一栋建立在暴风雪中的建筑 在很久以前 世界上的第一只恶魔 把自己将近一半的魔法 都嵌入进了这里的祭坛中 黑暗神书里的咒语 就是后人从这里记录的 据说瓦达哥里蕴藏着数不尽的怪物 凶险异常 但旺达丝毫不怕 现在就算是另一个宇宙的灭霸来了 旺达也能反手两巴掌给他伤回去 很快周围爬出来几只面目猙獰 身形高大的怪物 老王健壮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可谁知 这几个怪物居然吵着旺达跪了下去 他这才明白 自己早就该过来了 这一切的黑魔法 都在等着自己去继承和研究 老王很不理解 他觉得旺达太贪心了 足宇宙中的他 没能获得想要的生活 但其他宇宙中的他 过得都很好 难道这还不够吗 为什么一定要以别人的性命为代价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旺达懒得吵架 直接把老王打下了悬崖 随后开始继续修炼这里的黑魔法 与此同时 史蒂芬被带到了光照会的审判室 光照会的成员除了末度以外 还有卡特队长 黑福王 神奇先生 玛丽亚版经级队长 以及X教授 我仔细看了看 之前网传的黑人版钢铁侠 其实是玛丽亚的警队 不过卡特队长的出现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里算是个跟假如相关的小彩蛋了 说回正题 光照会的人觉得 史蒂芬和美国小姐的出现 打乱了时空秩序 宇宙与宇宙之间 是不可以随意穿梭的 因为这样会给两个宇宙 带来无法逆转的损害 如果情况糟糕的话 这两个宇宙可能会发生碰撞 然后一起毁灭 史蒂芬再三解释 自己之所以到这里来 是因为旺达修炼黑暗神书 并且在全力追杀美国小姐 所以当务之急 是找到维山帝之书 因为旺达如果知道 美国小姐在838宇宙的话 她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杀过来 可是光照会的成员 明显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就在史蒂芬为此困惑的时候 X教授向他讲述了 这个宇宙的来历 光照会是838宇宙中的 奇异博士创立出来的 当初为了击败灭霸 他选择秘密修炼黑暗神书 虽然在最后的终局之战中 光照会取得了胜利 不过奇异博士的心智 已经完全被黑暗神书所腐蚀 一场更大的危机也即将到来 为了避免悲剧发生 最终黑富王利用自己的超声波 杀死了奇异博士 而为了稳定军心 他们并没有把实情公之于众 只是说奇异博士 为了大局选择了牺牲自己 光照会的成员觉得 自己已经有过一次战斗经验了 所以完全不担心旺达的入侵 他们现在只想审判史蒂芬 让他为穿越多元宇宙付出代价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之际 周围突然传来警报声 是旺达 他附身了838宇宙中的自己 并闯进了光照会的大楼 准备抓走美国小姐 X教授见状决定给史蒂芬一次机会 可莫杜说什么都不同意 此时光照会的机械士兵根本拦不住望达 他朝着美国小姐所在的基地步步逼近 事到如今 克里斯汀终于意识到 史蒂芬之前没有再骗人 他想打开玻璃罩带着美国小姐逃跑 却发现操纵面板失效了 这个玻璃罩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 一般的武器根本打不碎 好在光照会的成员及时赶到 除了莫杜以外 所有人都前来参战了 他们挡在望达前面丝毫不准备退让 神奇先生试图劝说望达知难而退 黑富王的超声波威力巨大 会将他震得四分五裂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 此时黑富王已经做好攻击准备 却惊恐地发现嘴巴消失了 最终黑富王被自己的声波攻击 击穿后脑当场领了盒饭 神奇先生更是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 就被望达动动手指轻易描死 卡特队长和惊奇队长见状 对视了一眼 然后互相配合着向望达发起了进攻 即使是一打二的状态 他也完全不落下风 望达父辈受敌 卡特队长和惊奇队长的攻击 一波接一波袭来 他只能处处留神 以免被偷袭 最后望达接住了卡特队长的米子盾牌 反手扔了出去 瞬间将其揽腰切断 眼见队友接二连三战死 惊奇队长直接开打 但却被望达轻松接下 星红之力大爆发 惊奇队长直接被震飞 望达趁机拉动一旁的雕塑将他压死 另一边 史蒂芬发现莫渡在嫉妒自己 估计838宇宙中 奇艺博士选择修炼黑暗神术的事情 是这家伙叫缩的 现在时间紧急 史蒂芬必须想办法出去 他故意激怒莫渡 引诱奇与自己作战 然后在打斗途中 设法甩开一只手的手铐 并将其靠在莫渡手上 最终将计就计 切断中间的铁链 成功逃出升天 而此时的望达也已经找到了美国小姐 眼看她步步逼近 关键时刻 好在X教授及时出现 他控制了望达的心智 并进入他的心理世界 找到了被附身的善良望达 X教授想拉他出来 这样就能强行把望达的灵魂逼回616宇宙 然而X教授太小瞧现在的望达了 他直接化作一团红雾 走进心理世界 然后犹如鬼魅般突然出现 一把扭断了X教授的脖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造型跟假如理的丧尸望达一样 所以这里也算是一个小彩蛋了 不过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克里斯汀已经带着美国小姐逃跑了 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姗姗来迟的史蒂芬 小红也在这时冒了出来 三人开始结伴而行 克里斯汀解开了史蒂芬手上的手铐 并决定带他去寻找维山地之书 而望达此刻正紧跟在他们身后 三人只能一边跑一边关闭路上的铁门 尽量拖延望达的时间 最后成功来到存放维山地之书的地方 这里是宇宙和宇宙的缝蝎连接处 然而没等三人高兴多久 望达就突然杀出 他一把抓住了美国小姐 强迫其打开空间传送门 并把克里斯汀和史蒂芬扔了进去 然后操控美国小姐的心智 让他们来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宇宙 最后带着美国小姐返回616宇宙 开始吸收他的能量 而伴随着他们的离开 838宇宙的望达也恢复了神智 他第一时间准备冲出去寻找两个孩子 史蒂芬这边就不是很幸运了 这个宇宙的奇异博士 差不多就是贾如里的黑奇奇 不过电影里做了一些改动 他不光修炼了黑暗神书 还到处残杀多元宇宙中的自己 只为了能跟克里斯汀相爱 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宇宙彻底崩坏 黑奇奇看见史蒂芬后 三言两语道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心里很是恼火 接着两人便开始互相攻击对方 不过事实证明 还是主宇宙中的奇异博士更胜一筹 他一把将黑奇奇从高楼上扔了出去 底下的栅栏瞬间将几次穿 不得不说的是 这个黑奇奇好弱 镜头再次转到616宇宙 还记得被旺达扔下悬崖的老王吗 他命大摔在了一块凸起的石头上没死 醒过来后 老王便开始向上爬 而此时旺达已经在吸收美国小姐的能量了 对此史蒂芬也想到了应对措施 要想快速回到616宇宙 他只能借用黑暗神书的力量 好在刚刚史蒂芬从黑奇奇手里拿到了黑暗神书 他要跟旺达一样附身在另一个自己身上 还需要克里斯汀守护自己的肉身 征得他的同意后 史蒂芬打开了黑暗神书 并附身在捍卫者奇异博士的尸体上 很快已经快要腐烂的他从一堆砖头里钻了出来 史蒂芬用玄界打开了通往瓦达哥的传送门 可是附身在尸体上不符合黑暗神书记载的规定 因此他遭到了亡灵们的袭击 这些亡灵通过史蒂芬的眼睛 钻到了他肉身所在的宇宙 幸好克里斯汀在 而且他们身处圣索 有能对付亡灵的武器 在克里斯汀的帮助下 史蒂芬直接吸收了这群难缠的亡灵 并飞速冲向旺达 负责守护他的几只怪物件状 便打算半路将史蒂芬拦下 结果老王一发飞镖甩过去 直接扎死了其中一个怪物 很快史蒂芬赶来解决了剩下的怪物 旺达看到他效仿自己学习黑暗神书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骂他是伪君子 史蒂芬才不在乎 他跟老王相互配合 把旺达困在了一个魔法牢笼里 但这只是暂时的 他很快就会打破牢笼 单凭他们两个人的魔法 还不足以彻底打败旺达 一旁的美国小姐见此情形 突然想起来捍卫者奇异博士说过 他只有吸收了自己的力量 才能有最大的胜算 美国小姐思来想去 决定让史蒂芬把自己的力量吸走 但对方拒绝了 而是劝他要学会掌控 史蒂芬鼓励美国小姐相信自己 过去发生的事不能代表人的一生 在史蒂芬的鼓励下 美国小姐渐渐重拾信心 不过旺达也在这时挣脱了束缚 他将史蒂芬打倒在地 腐蚀了对方的身体 美国小姐见状 飞速打开一扇空间传送门 准备把旺达打进另一个混乱的宇宙 可问题是他力量不够 于是美国小姐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他开了838宇宙的空间传送门 让旺达见到了那个母子和鞋的世界 他直接打飞了这个宇宙中善良的自己 想靠近两个孩子 可这一举动却吓坏了他们 他们不知道旺达为了团圆付出了多少努力 只知道他是闯入的坏人 看着日四夜想的两个孩子 现在却如此害怕自己 旺达简直心如刀脚 这一刻他突然万念俱灰 自己费尽心机所做的一切 最后换来的是孩子们的恐惧 这不是旺达想要的结果 他自始至终想要的 只有一家团圆的幸福 只可惜一不错不不错 现在旺达知道错了 他决定放弃挣扎 什么都不要求了 只要孩子们过得幸福就好 美国小姐的目的达成了 救赎一个人比杀了他更好 他们回到了616宇宙 旺达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摧毁了瓦达哥 黑暗神术的力量瞬间瓦解 现在史蒂芬不会像旺达一样被腐蚀了 伴随着瓦达哥的坍塌 他被掩埋在了废墟中 故事的最后 史蒂芬跟克里斯汀告别 回到了616宇宙 继续跟老王待在卡马太基 只不过这次的学员中多了美国小姐 但是史蒂芬真的不会被黑暗神术影响吗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结尾明显是个伏笔 史蒂芬长出了跟黑琪琪一样的第三只眼 说实话 我非常期待后续 奇异不是二的剧情也是真心不错 说好的恐怖片 就真的添加了很多恐怖元素 说有老朋友回归也没有溜粉 唯一让我觉得心痛的就是旺达这个角色 看完电影 真的觉得漫威没有心 旺达从出场开始就一直在牺牲 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死在禁地里 真的好惨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